相信就会有奇迹 一位心内科主治医师的分享 我相信科学 但也坚信有一种我们看不到的力量 在安排这一切 我是一名心内科主治医师 研究生毕业后至2019年 一直在医院工作 医院里习以为常的生老病死 常让我感慨人生无常 2018年3月梦见亡人 白天睡觉鬼压身 当时被吓坏了 后来才知道这个说法 还出现了莫名其妙的头痛 是要一个月都未见改善 4月份在一位瑞典师兄 大学校友的建议下 开始学佛念经 不到一周时间 头痛齐齐般的就好了 而且念着念着 就不知不觉地排斥肉类食物了 我更加感觉经文具有神奇的力量 我相信科学 但也坚信 有一种我们看不到的力量 在安排这一切 从此 我和心灵法门就解下了不解之缘 每个人佛缘成熟的因缘不同 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件事情 影响并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 几年都联系不了一次的堂位 便是因为一件事情 现如今我们成了几乎每天都要交流的佛友 2021年7月30日 唐妹刚满月的宝宝入院 直接送到了ICU抢救 插上了气管 插管 赤尿管 胃管 唐妹问我有没有认识的医师 收到这个消息时 我很震惊 前几天还刚在朋友圈看到她分享宝宝满月的照片 怎么突然就变这样了 唐妹说 前一天只是有点感冒咳嗽 就开了点药回去吃 宝宝可能腔到了 就送到医院 结果用面罩也无法帮助呼吸 就只好插管了 于是我咨询了曾在妇幼医院工作 有治疗婴幼儿经验的郭医师 郭医师说 如果只是因为枪盗来医院ICU抢救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 等几天缓过来就可以把管了 我心里也淡定了一些 安慰她好好听医生的建议 没想到 宝宝在7月31日上午 病行急剧恶化 出现了呼吸衰竭 心力衰竭 恶性心率失常 代谢性酸中毒 甚至多气光功能衰竭 随时可能出现呼吸 心脏骤停 欲后不良 我很惊恶 郭医师也说 怎么会进展那么迅速 就在这时 医院开出了病危通知书 在临床上 像这样的一份通知书 我已经经历过太多 甚至自己也给很多患者家属写过 我很清楚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看着堂妹发给我的那份宝宝 抢救记录 听着堂妹焦急地问我 治愈的机会有多大时 这时我想 只有求菩萨了 我用有些哽咽的声音对她说 你要相信 真的有菩萨在的啊 人在极度担心害怕 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时候 只要有一丝的机会 都会愿意去尝试 但也有赖于前世的根基 和佛缘的深浅 佛法讲 信 愿 行 因为只有自己相信了 才会产生愿力 也才会去行动 还好 堂妹相信了 于是当天下午 她就开始许愿 念经 放生 我给她推荐了 在当地的一位师兄 可以方便根据当地的情况 进行指导和结缘法宝 上晚相识 我在菩萨面前诚心许愿 给小宝宝念诵 108遍消灾吉祥神咒 祈求度过这一劫难 当时有一种很强的感应 相信菩萨一定会救小宝宝的 内心突然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好神奇 8月1日下午 得知堂妹去河边放生 我晚上有点忐忑地问她 宝宝情况如何 她回复说 病情整体好转 但时不时发热 还有病毒性心肌炎 顿时我激动得泪水盈眶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慈悲 小宝宝肯定有救了 我让妹妹求菩萨说 如果她的宝宝康复出院了 一定会现身说法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让更多的众生相信佛法 就读更多的有云众生 请观世音菩萨给她这个机会 上晚相识 自己也在菩萨面前 说了同样的祈求 并许愿会继续每天给宝宝 念诵108遍消灾几项神咒 直到出院为止 后来念诵不出小房子 供修时师兄提醒 可能和助念有关系 8月9日转院那天捡到了49遍 8月2日 医师告知小宝宝心脏有所恢复 好了一些 8月3日 宝宝肺部有些改善 堂妹给我看化验报告 心肌美谱恢复至正常 7月31日是200加 我心想 这下降的也太快了吧 不太符合梅谱的动态演变规律啊 心衰指标BMP还有9000加 我说这个指标还挺高的 不知道之前是多少 堂妹说 31日检查时 这个指标检测不出来 上限值为35000 作为心耐科医生 我不得不惊叹这个指标下降之神速 心超检查提示心脏收缩功能正常 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毕竟心衰指标都高到测不出来了 8月4日 医生说可以试着断开呼吸机 尝试自主呼吸 8月6日 停用呼吸机 8月7日 复查心脏采钞 提示一切正常 8月9日 ICU医生建议转到另一妇幼医院的心血管中心 做心脏和磁共振 但后来因宝宝太小 没有做成 8月11日 宝宝转到普通病房 8月14日 七夕 这个美好的日子 宝宝康复出院了 各项指标都恢复了正常 一般成年人 普通感冒都要一个星期左右才能恢复 而宝宝在菩萨的保佑下 短短半个月就从命选一线的状态转危为安 并康复出院了 就犹如一辆在陡坡上拖翅缰绳的马车 突然有一股力量阻止其继续往下滑 并慢慢地将其往上拉 简直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佛法无边 观世音菩萨有求比应 真实不虚 无比感恩今生有缘得欲佛法中殊胜妙法心灵法门 感恩今生能遇见慈悲的恩师卢君洪台长 自从精进学佛后 我时常感到内心的清静 平和与伐喜 不修心的人可能是无法体会到的 师父说性根很重要 师父天天在跟我们讲 就是让我们好好相信佛法 当相信佛法后就会生起信念 信愿行 信心很重要 有了信心就可以越过一切障碍和苦难 一定要坚信菩萨 看到自己的信根力 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 才能一直坚持做下去 相信后有了信心 就会有愿力 才会有行动 如果连自己走的路都不相信是对的 就无法走完这条路 就很难成就你的佛道 师父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佛法的精髓 把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大爱 洒向身边的每一个角落 让千万信众受益匪浅 再次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蒙和萨 感恩 龙天护法 十方 一切诸佛菩萨 感恩 大慈大悲 舍命 无我利他的 恩师 卢君洪台长 感恩 观心 帮助过 给予我信心和力量的师兄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